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2号晚上参加省政协12届三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和负责选举工作机构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静见警钟》 省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夏德仁出席并讲话 夏德仁在讲话中指出 根据省政协12届三次会议总体部署安排 在会议召开前组织省政协委员和负责选举工作机构人员集中观看《静见警钟》两部警示教育片 主要是以案铭记 以案说法 深刻剖析案件问题根源和破坏选举汇选带来的重大危害 充分体现党中央从严治党 依法治国 政风速记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这对我们以反民教材为境界 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夏德仁强调 要严守政治纪律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 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保持清醒的头脑 进一步驻牢 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正确行使民主权力 积极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 省政协副主席戴玉林 刚瑞 李小安 武宪华 将军 许波 高科参加观看 本台报道 最近的天气特别冷 但是寒冷也要有温度 冰天雪地我们也要嗨起来 昨天在营口市霸鱼圈区有一场热闹非凡的冰雪嘉年华全新启动 冬季到霸鱼圈让冰雪沸腾起来 体验别样的魅力 让冰雪体育运动和冰雪旅游逐步成为霸鱼圈的一张新名片 这里是营口市霸鱼圈区第14届冰雪嘉年华启动仪式的活动现场 那在这里呢 大家已经把这个启动仪式当成一个盛大的节日来过 敲锣 打鼓 扭扬个 那在我身旁的两个小雪人呢 是本次活动的吉祥物 那从这一天开始啊 相关的旅游项目就已经全部启动了 主要呢 就是包括吸冰雪 泡温泉 吃美食 逛大吉 四个板块共20多项内容 那每年的这一天呢 霸鱼圈都会吸引一批游客到这里来体验一场 吃美食 好看 好玩的冰雪盛宴 体验冬日的休闲快乐时光 它坐落的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城市中间 那么更让我们的市民走出家门就能走上冰雪 能够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在冬季也体现霸鱼圈旅游的魅力 也欢迎省内外的这种游客 能够都来霸鱼圈来体验霸鱼圈的冬季 今年的冰雪嘉年华新增设了冰雪挑战项目 根据环境特点设计挑战场和各种雪地障碍 让市民群众充分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 工艺冰场雪场区域免费开放 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迎口有礼 母爱文化 雷锋精神等 十大主题的大型冰雕雪雕惊艳亮相 暂别城市喧嚣 置身于冰天雪地的童话世界 脚踏雪板 手持雪杖 无论娴熟潇洒地摆动身体 还是生疏地在雪地上爬行 这都是与冬日亲密接触的最佳时机 玩的那项目也挺多的 挺适合家庭来玩的 下次我还要妈妈带我来这里玩 冰雪 温泉 美食 逛大吉 霸鱼圈在冬季也有别样的魅力 本届冰雪节将持续到2月29号 来霸鱼圈寻找属于你的冰雪奇缘吧 欢天喜地逛大吉 红红火火过大年 说起逛农村大吉可能很多观众并不陌生 但是以满族风俗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新年大吉 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眼下秀燕满族自治县的首届满族文化大吉 已经在当地热热闹闹拉开了帷幕 这次满族文化大吉是集文体表演 满族文化展示 满族特色食品 飞衣文化 文创产品 灰迷活动等 与一体的综合性集市 不但让可以让您品尝到满族特色食品 欣赏到满族特色文艺表演 也可以让您体验到满族婚庆习俗 更可以让您体验到皮影 剪纸 农维画 面素等 世界级 国家级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这次满族文化大吉上 设有满乡 满运 满方等八大区域 让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逛 赏 品购 在为期十天的大吉上 充分感受秀妍满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风采 新年将至城市里年味也越来越足 在大连绘画展览 飞衣开放日等多场文化活动上 市民们不但能够赏心潮年画 体验吹唐人 剪窗花 还能把书法家们现场写下的春联 和满满的祝福 直接带回家 11号上午在大连西港区 辽宁省飞物质文化遗产 辽南展示基地 一场年味十足的飞移郭大年 文化纪万家 飞移开放日活动 谢了众多大连市民前来 带着绝活的国家级 飞移项目大连核雕 大连市级 飞移项目辽南刺绣 辽南网扣绣 剪纸绣 吹唐人等十多项飞移项目传承人 前临现场 向普通市民展示和传授记忆 让市民 尤其是孩子们 提前体验到了新年的快乐 身怀绝技的飞移项目传承人们 不遗余力地 向市民们展示自己的精湛记忆 希望能够打动更多的年轻人 前来了解和学习 与此同时 一场名为 原来福道新春艺术展 也在大雷市中山区同期举办 这场绘画艺术展 也是希望通过 中国传统文化中 元宝 金属等吉祥符号 与现代波浦艺术结合 来吸引当代年轻人 对中国文化的再认知和关注 尤其是要让艺术跟时尚结合 特别是在新春之间 因为新春一个是传统的节日 有它传统的符号 那么让传统的节庆 传统的那些图示 能够跟时尚结合起来 那是一个 也是对于艺术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就用了很多非常鲜艳的颜色 极简族的造型等等 结合起来 使它能够让新一代的人都能够有感受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原来传统文化里可以感受到时尚 昨天辽宁省图书馆举行了 穿越时空的传承 少儿文化集市 那怎么个穿越法呢 穿越之后都能干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古法踏画馆 鲁式棉花画 礼式堂仁 艺术剪影 匠心造纸铺 一条民俗的街道 汇聚了各种各样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可是一次难得的面对面教学 看这位 以棉花为油彩 浓妆淡抹间 就是一幅幅美丽画卷 油画国画水粉画 唯妙唯孝 还独具温暖质感 就问你神奇不神奇 好多孩子就说 棉花画我知道 那就是棉花糖 其实那就根本就不一样 棉花画呢 它是用棉花做材质 经过戳拉 年检铺 五个手法 然后铺序的一种装饰画 这个是劳动妇女智慧的结晶 也是我们文化的传承 所以说让孩子知道呢 在这里举办这活动 非常有意义 再考考大家 你知道每天写字的纸张 是怎么制作的 踏画是如何一点一点 踏下来的吗 在这个少儿集市里 都可以找到答案 除了学 还可以吃到小老鼠图案的 李氏唐人 听一听唐诗妙音坊 感受历史的沉淀 不仅孩子们喜欢 家长们也找到了儿时的回忆 而且平时是接触不到这些东西的 现在的社会都是一些什么电子产品 派的了电视了 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特别少 辽图这次给我们这次机会 能感受到这些小孩喜欢的东西 而且是我们童年的东西 我希望要孩子在他的人生里头 有一种不同的经历 认识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 记者同号孙军报道 换装穿越 身临其境 是不是很好玩呢 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呢 接下来咱们换一种 更彻底的穿越方式 回到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时间1937年 地点凤天 穿越入口沈阳电影公园 凤天传奇1937 讲述了70多年前 发生在老沈阳城里的一段故事 沈泉海是一名地下党员 为了掩饰身份 在凤天城与女儿一起经营着 凤天老酒馆 凤天老街既有繁华的夜总会 又有和平邮局 既有厉害的布房老板娘 又有温文尔雅的书店老板 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但每个人的身份不同 注定要发生一系列不同的故事 作为东北白山黑水 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自己的家园 我们曾经在我们的沈阳城老凤天 所发生的一幕又一幕 那么我们以静默剧的形式 把它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浓缩剧场 让它生动灵活地表现了 凤天城在曾经以往的 言文历史 以及我们东北人的情意 家国 静默剧不同于以往看演出的形式 观众不仅能坐着看剧 而且还要参与其中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与演员同台标系身临其境 特别有意思的 就首先的话 在这流程 就是先要换上这种衣服 这种衣服是我以前从来没穿过 这种民国服装 我也是第一次穿 然后后来进来之后呢 我以为是平时就是坐着看剧 没想到它是融入到剧情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边吃边玩 然后还可以跟演员互动 我们也有角色有任务 真的太有意思了 在演出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内向的观众 然后我们通过自身的热情 带动他们 然后邀请他们参与剧情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打开观众和我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屏障 让他跨入到我们的剧情当中来 让他们玩到里面来 参与到里面来 凤天传奇1937 将会在每个周末 在电影公园秘密剧场上演两次 让观众穿越时空 感受老凤天的爱国故事 记者孙军同浩报道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一张假车牌越看越不对 民警立马拦住 欢迎您继续关注第一时间 咱们来关注今天的百秒秒评 现在有些孩子呀 一生气他就爱放大招 离家出走 最近高二学生严某 就因为逃课被妈妈批评了 一气之下打车就走了 还买了长途车票去郑州打空 工作两天之后呢 这孩子自己觉得太累了 还是想去上学 才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 那个时候孩子妈妈和警察 正在满城的苦苦找他呢 那目前严某已经和家人联系上了 并且被接回 准备期末考试 孩子说自己现在是班级第一 全校第五 下学期要考全校第一 对于这位学霸来说 他应该知道了 有一句话大人说的没错 那就是学习 真的有可能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 再来看 学习成绩好虽然不能当饭吃 但是也许可以当肉吃 近日贵州毕竭一个学校别出心裁 为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同学奖励猪肉 第一名发30斤 第二名发20斤 第三名发10斤 消防负责人表示总计发了价值6万元的猪肉 获奖人数呢有80人 这个奖励真是非常的够分量 孩子虽小却也知道了什么是靠实力吃肉 再来看 最近在湖北的鄂州 一名90后司机因为强行加三被民警拦截 结果呢 司机当场就嚎啕大哭 哭诉生活太难了 自己30岁了 没钱不敢结婚 工资1万出头 车贷房贷一个月9000多 一件衣服呢穿了5年 过年回家 还得要给小孩发红包 最终民警决定对男子不予处罚 再难的日子谁都永过 但是遵纪守法还是要做到 这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是就算是哭 也得记得咱得排队啊 再来看 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但有人就能做到 啥也看不见 啥也听不见 今日福建泉州室友公园 安装了公共的直引水机 没想到 有大爷大妈们竟然从家里 带来了三升或者五升装的水桶 直接把水就给提回家了 还有人在饮水的地方直接洗手洗脸 那据介绍每天固定都有那么几个人 保安呢上前劝阻 还经常被恶语相向 由于这些人侵占的公共财产价值微小 警方无法立案 公园管理方只能是通过曝光视频 来进行劝阻教育 对于有些人来说啊 光敬水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年关将近春运期间火车票是一票难求 有不少不法分子呢 打起了制假犯假的歪脑筋 坑害了不少旅客 最近南京铁路警方连续接到了几起旅客 买到假火车票的警情 铁路警方迅速行动 持续开展打击假票猎鹰专项行动 并捣毁了两处制假窝点 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查获涉案假火车票 三千五百余张 近日南京铁路公安丹阳所的民警 接到旅客报警称 其买到了假火车票 进不了站 请求民警帮助 民警随即将其带到派出所调查 根据李某提供的这个QQ 我们就在网上进行巡查 发现这个QQ确实有存在在网上售卖火车票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感觉这个QQ非常可疑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条线索继续追查 我们发现有一个嫌疑人陈某 存在重大的自售假票的这个嫌疑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条线索 确定了这个嫌疑人在江苏长州 根据这个线索 我们在江苏长州将嫌疑人继续抓获 据陈某交代 他是一名滴滴司机工作很辛苦 后来自学了制作假火车票的技能 在社交和购物平台上发布信息 通过加微信好友或QQ好友的方式 出售假火车票 据陈某交代 假火车票主要通过快递寄给买家 结账发 他已成功售出假火车票100多张 目前陈某渊涉嫌伪造倒卖有价票证罪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淮安站也发生了一期旅客买到假票的警情 一名旅客的车票无法通过自动检票闸机 而他介绍自己买到的事业特价票 车试也对的 时间也对的 这个票面就是验不出来是吧 对对对 验不出来 你这个票是在我们站里面买的吗 不是在火车站买的 是我自己买的 自己在手机上买的 手机上 对 在那个哪个网站还是什么 本来是我自己在APP上面买 买了村庆的票 我本来回去了 后来在网上好像找了个人 他说他能帮我搞到 他就帮我自己抢 在网上找的人 对对对 网上的人帮我抢的 以为捡到便宜的小王 立马就付了款 谁知道居然买的是假票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 经过深入分析研判 锁定了家住河南周口某地的张某 随后实施了抓捕 目前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终于期间 请广大旅客通过正规途径 购买火车票 不要购买黄牛票 内部票 或者自己通过PS来制作火车票 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杂机 进站乘车的 擦亮双眼 谨慎识别 马上要过年了 千万别因为一张假票 耽误了回家的行程 日前在成都高速某路段 一辆号牌为 穿A尾号88B的白色丰田越野车 牌照尾姿母看着也不太对劲 难道是假牌子吗 经过民警的识别 还真的发现问题了 民警通过检查发现 该车号牌尾数有异样 原来是该车尾号使用 号牌贴将P变成了B 阿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失口否认 并谎称是自己的女儿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将号牌贴贴上去的 警察驾驶员阿某一行三人 从康定市德格县出发 打算前往成都办事 由于路途遥远 为了躲避电子眼的抓拍 当事人阿某想起正好前段时间 自己在汽车站花了十元钱 从小贩手里购买的号牌贴片 出发前便自作聪明地 将贴片贴在了车牌上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阿某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 依法扣留了其机动车 违法嫌疑人阿某将面临 驾驶证继十二分15日以下拘留 和两千到五千元的罚款处罚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咱们要继续带您逛点好东西了 俗话说腊八过了 转眼就是年了 这过年的事呢 大家也该想一想了 尤其是年夜饭 咱们年年都得琢磨着 整点什么样的吃的才最隆重 能给父母给孩子来上一桌特别 而且又丰盛的大餐 但是近几年 大伙反映这年夜饭不知道该吃什么 平日里为了一天三餐 已经是绞尽脑汁了 更何况年夜饭要做那么一大桌子的菜 那用今年的一句流行的网络语来形容 那就是我太难了 为了让大家不再为这个年夜饭吃啥而发愁 本周咱们的北方海购商城精挑细选 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大桌丰盛 而且非常美味的年夜饭 这道道菜不仅是寓意好 营养好 颜值高 而且是上档次有品味 咱们年夜饭吃什么 那都必须得有讲究 有寓意 最最不能没有的 就是年年有余 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条鱼 就是来自加拿大的野生灰蝶鱼 蝶鱼属于比目鱼类 这种鲜美鱼类 如今已经成为了征服全球时刻的 各个国家餐桌上的宠儿 那加拿大野生灰蝶鱼 那真是飘洋过海来到咱们的餐桌的 这种鱼主要生长在加拿大纯净无染的海域 捕捞之后 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和冷冻 90分钟之后 完成了捕捞 加工 冷冻等等过程 最大程度的锁定了其营养 鲜度 还有原始的美味 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们都知道 这种野生灰蝶鱼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B6A D DHA 灵甲等多种营养成分 其中DHA就是人体大脑组成的必要营养 那就是说大家常常需要增强智力的营养之一 所以说很多家长经常会给宝宝买蝶鱼吃 经常食用蝶鱼 有可能就变聪明了 那是不是还有可能不得老年痴呆呢 不仅如此 加拿大的野生灰蝶鱼还含有EPA 人体必须脂肪酸成分 且蝶鱼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是减脂人群和三高患者获取蛋白质的合适来源 还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钙含量非常的丰富 正在长身体的小孩 长期吃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 为身体提供更加充足的营养 再加上其肉质鲜嫩鱼刺很少 也就一根大刺 简直就是全家老小的通用钙片 蝶鱼不仅肉质鲜嫩鱼肉滑爽 口感特别好 也特别的好烹饪 像清蒸红烧烧烤煎炸 怎么做都行 大家也就不用再等了 赶紧动动手指 买起来 接下来还是我们第一时间栏目的送福利时间 辽宁沈阳三声飞报篮球俱乐部 向医护工作者发出特别邀请 如果您是第一时间的观众 如果您是医护人员 如果您是辽兰的忠实粉丝 请和我们联系 发送工作卡牌照片 到辽市第一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就有希望成为特殊嘉宾 1月21号晚上到辽宁体育馆 现场观看辽宁南兰对阵浙江南兰的比赛 一起为健康加油 为生命得分 第一时间新春送福利 只要在电视机前拍一个和我们栏目的合影 就可以凭借这张合影呢 到沈阳的华府天地购物中心的一楼舞台处 免费领取一份新春礼品 从今年起到17号 每天200份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一艘外籍货轮随时可能轻覆 我国直升机赶赴现场营救 一个春次很有讲究 您知道它的读音和意义有关联吗 朋友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经常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 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强烈的光线会影响到司机的视野 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一家德国公司带来了一款 高科技的虚拟遮阳板 为司机们的视野保驾护航 这款高科技虚拟遮阳板 能够追踪司机的视线 有效遮挡视线焦点处的光照 从而解决强照日光 对司机视野的干扰问题 据介绍 这款虚拟遮阳板的主要板材 由透明晶体制成 日光可以正常透射 与遮阳板搭配的前置摄像头 和智能软件 能够捕捉司机的眼球运动 据此计算出司机的视线焦点 随后遮挡住焦点周围 约占遮阳板10%面积的日光 遮阳板的其一部分 仍允许日光正常透射 从而为司机的视野保驾护航 目前这款虚拟遮阳板 仍处在雏形阶段 距离正式投产 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好 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省内新闻 走进今天的百秒辽宁 辽宁省高级联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近日挂牌成立 环境资源审判庭 以及涉及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 文化资源 能源利用 环境治理与服务等的 形式 民事和行政案件 近日大连市市务局 建行 大连分行等联合上线 税银合作 跨境快贷 退税贷服务项目 这一线上纯信用贷款项目 可切实解决小微出口企业 融资难 融资贵 融资慢的难题 也将有效缓解外资企业的资金压力 12号 2020 辽宁盘景 中国最北海岸线 冰林穿越生存挑战赛 正式拉开帷幕 3000多名冰雪爱好者 齐聚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共赴穿越之旅 新年一时 辽宁省军区 史阳第九离职干部修养所工作人员 来到了对口邦福村 史阳市新民市新农村镇马俊子村 给村民们送来健康指导 提供健康咨询 体检血压和血糖测试 为这里的村民上了一堂特别的健康幸福课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温故知新 说古论金 用说汉字的方式迎新春 今天要说的是春这个字 为什么春联里的春有不同的写法呢 春的读音和意义有关联吗 新年掌心知识 我们都来看温故知新吧 春节马上就到了 亲朋好友除了在一起喝酒打满酱之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雅的活动 就是写春联 我们走在大街小巷上啊 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春联 就是这个春字啊 就有多种写法 那我们看一下春的两种常见的写法 如果遇到爱问为什么的这个小朋友呢 就会问 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呀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字的区别 其实呢 汉字啊 经过历变之后 字形啊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两个春字啊 就是历变的结果 这个历变的例子呢 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 秦 凤 和太这三个字 从凯书来看呢 这三个字啊 上半部分长得都很像 很多人以为 哎 这是不是书白兄弟啊 是一家人呢 长得这么像啊 不过我们看一下他们三个的早期照片 就是这个传书的写法 就发现原来不是一家人 差别这么大啊 那春字的这种变化呀 就和秦 凤 和太的变化是一样的 汉字啊 经历过两个重大的变化阶段 其中啊 甲骨文 金文和传书呢 这个阶段叫古文字 凯书和历书呢 就叫做金文字 从古文字变成金文字 这个桥梁是谁呢 就是历书 那春是这么写的 那春为什么要读为春呢 这个词意和字形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叫做 蠢蠢而动的词语 这个词的意思和蠢动啊 其实是一样的 什么叫蠢动呢 蠢就是指啊 蠢蟲的爬洞 什么时候蠢蟲才开始爬洞呢 就是春天开始的时候 所以春天的春啊 它得益于蠢动的蠢 在春天的时候 万物开始复苏了 不管是虫子还是植物 都蠢蠢欲动 我们现在说 春意盎然和生机勃勃 是同一词 他们的意思非常详尽 这足以说明啊 春字就包含了动的意思 新春佳节就要到了 大家可以开心的玩 敞开了吃 但是吃东西啊 也有很多的学问 吃得好并不等于吃的健康 记者从昨天在沈阳召开的 中国食欲研究与实践高峰论坛上了解到 十年来 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 由过去的4.5%上升到9.6% 增加了近一倍 专家表示超重和肥胖 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儿童青少年尤其需要注意 我省中小学生健康状况调查显示 17岁男女生的身高都较20年前 有明显增加 但超重率也增加了一半以上 虽说学习压力大 运动量少也是重要原因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营养不均衡导致 专家表示 让孩子吃的健康并不是简单的事 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学习互相配合 建立标准的食欲配餐食谱 在主食方面 三餐都要做到粗细搭配 并摄入足够的蔬菜 粗细搭配比例为3比7 那么3为我们说的这个粗粮 那么粗粮里面我们建议要有豆类 有这个颧骨类 要有鼠类 一天吃我们的蔬菜要达到300到500颗 那么蔬菜里面我们建议要有绿色 深色蔬菜为主 有些家长怕孩子吃不好 会想方设法增加菜肴的味道 或给孩子补充零食 导致他们油 盐 糖 含量高的食品摄入过多 而且容易产生恶性循环 让孩子养成挑食偏食的习惯 我们有的时候给孩子做的菜盐超标 那么就会造成孩子口味越来越重 那为什么很多孩子爱吃油炸的食品 因为油炸食品非常的香 长期就会只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 我们建议是蒸煮炖 或者用烤箱去健康的这个烹饪方式 而不建议有油炸 专家表示 孩子的零食应该以坚果和水果为主 坚果平均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克 水果尽量选择含糖量较低的品种 而且不要用果汁替代水果和白开水 另外 儿童奶制品的摄入量 每天应在300克左右 酸奶虽富含乳酸菌 不过含糖量较高 也不适合大量摄入 记者洪亮刘超报道 在临床中 医生有时会联合应用两种抗生素 来快速地抑制细菌的感染 以达到缩短抗生素应用时间 延缓耐药性的目的 科学杂志网站报道一项研究显示 联合应用抗生素的用药策略 可能会适得其反 给超级耐药菌的生成创造环境 研究团队选择了多吸环素加红莓素 为对象进行研究 这两种抗生素都用于治疗 大肠杆菌感染 临床上经常组合使用 研究人员用上述两种抗生素 处理大肠杆菌 并跟踪了细菌的增值情况 结果发现 用药后的第一天 细菌数量大幅下降 第二天却发生了爆炸式增长 原本降低了90%的细菌 在第二天激增了500% 随后研究人员 对这些大肠杆菌 进行了基因组测序 结果显示 它们具有大量的重复基因 这些基因赋予细菌 多种抗药途径 研究人员指出 持续联合应用多种抗生素 会催生出超级细菌 这样的抗生素环境 帮助拥有特殊基因类细菌 除掉了其他竞争者 使其获得更多资源 并疯狂增值 占据绝对优势 研究人员建议 协同使用抗生素时 一定要谨慎 最好用交替使用的方法 以免让多重耐药菌 占据优势 好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一艘外籍货轮随时可能轻负 我国直升机赶赴现场营救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就业 物价 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 都处在合理区间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 2019年全年CPI同比上涨2.9% 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 也已经提前两个月实现 有望连续7年超过1300万人 近日工刑部部长苗伟表示 为稳定市场预期 保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将保持相对稳定 不会大幅退坡 日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 2020年基础教育要在 扩容和深化上下功夫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学前教育要制定 幼小科学衔接行动计划 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成为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 射电望远镜 也意味着人类向宇宙 未知地带探索的眼力 更加深邃 眼界更加开阔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017年的9月7号 沈阳一家药店的店主孙向波 在为一名昏倒在自家店内的 女子七老太 做心肺付诸时 压断了对方的12根肋骨 七老太将孙向波告上了法院 索赔住院费用近万元 以及伤残的赔偿金 那么老人家属 为什么要把救人者告上法庭呢 原来老人家属认为 老人入院后的检查 结果显示 老人并没有导致昏瘸的病症 当天之所以昏倒 是孙向波给老人硝酸甘油所致 老人家属坚持称 孙向波曾向赶到现场的民警和急救医生说过 老人晕倒前服用了一片硝酸甘油 并提供了民警的出警记录 但对于吃药这件事 孙向波则表示 自己确实建议过老人服用硝酸甘油 不过老人当时拒绝了 当时我就觉得血压太高 实际也是一种微笑嘛 挺危险的 然后我就建议阿姨 我说阿姨你不行吃一片药吧 我说你看看你吃一片药行不行 他说那个不吃 在药店当时的视频中 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 但是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 老人当时吃没吃药 这样就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这个案子实际争议焦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吃药的结果 和这个他心脏骤情的后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被告失救的时候 他不是做了心肺复苏吗 他这个行为是不是规范 对造成的后果 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涉及医学知识嘛 委托了几个鉴定机构 想进行鉴定一下 对这两个焦点 但是鉴定机构 都以超出鉴定能力为由 就都拒绝鉴定了 我说我救人了没错 救人了没错 那么我救人要是救出错来 你说谁害救人呢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有关证据 和疫情之后采信了被告 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 销上干摇的说法 沈阳中院抽取了三个 医学方面的专家 他们进行了咨询 给出的结论就是 这个没有因果关系 同时对于老人家属质疑的 孙向波实施心肺复苏的过程中 是否用力过大 导致了老人十二根肋骨骨折 法院也依据医疗专家的结论 给出了认定结果 专家认为被告有职业意识证 然后他做心肺服输这个过程 他们也都认为说符合规定 不需要承担责任 救人得争分夺秒 一刻都耽误不得 近日在大连移动50海里出 一艘船员都是缅甸籍的外籍货轮 因为海上风浪过大 发生失控是随时有可能轻负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 立即指派了北海救助飞行队 大连基地的直升机赶赴现场营救 我下去的时候 我在空中也是百伏也比较大 四到五米的百伏 然后到好不容易下到甲板 起步传的起步太大了 飞机控制服务自看 飞进周折慢慢靠近下落到预险船只的救生员 示意船员把救生衣脱掉 背包放于胸前 随后接过救生绳 两两捆绑双套钓运 这人两个 把人脱下来 还有人把人全救下来 把救生衣脱掉 汹涌海浪中 救生员分五次将船上九人 钓运至救援机机舱 意外的是 有一名船员执意要守在驾驶舱内 拒绝离开 还有一个人呢 你们以后都十个人吗 那家九个 还千一个 叫下来 他不来 上来 他已经把那个驾驶 驾驶楼里的那个舱面已经锁上了 就是我们也进不去 我各种比划 实际上的出来 他就不出来 他就跟我挥手 他就不出来 他就不骑船 他就要跟船 在船上 他不走 那没有办法 那我为了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 我要先把这些人给救上飞机 船长介绍 这艘运载集装箱的货轮 从韩国开往天津 相关人员猜测 拒绝失救船员认为 船只不会轻浮 为了货物免受损失而留下 还不能强制失救 其实 北海救助局 除出动直升机 还派有一艘救援轮船 慢慢靠近预险船只 一旦留守船员发生危险 即可进行人道主义营救 在许多电影大片当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 一种特殊的通讯设备 就是卫星电话 顾名思义 卫星电话的信号传输 主要依靠卫星 而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 则是通过地面的基站通讯 近日 由我国自主建设的 第一个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天通系统 正式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一年一千块钱 就能通过750分钟 也就是12个半小时 我现在手中这部手机 就是一款天通卫星电话 是完全由我国 自主设计研发的 在野外等环境下 这样的卫星电话 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用这个卫星电话 给工作人员拨打一下 测试一下通话效果 目前天通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已经实现对我国领土领海的全面覆盖 可广泛应用于海洋渔业 应急救援等多个场景 在服务区内 用户可以使用话音 短信 数据通信 及位置服务 除了手持电话外 还有车载终端 天通猫 等多种终端类型 用户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应用 直接连接终端 实现卫星通信 目前 该系统由中国电信 独家运营 号段为1740 用户在线上 或部分线下营业厅 可以申请办理 天通系统使用的卫星 是发射于2016年的天通一号卫星 这也是我国首科移动通信卫星 天通系统中 卫星 芯片 终端 均由国内研发生产 摆脱了我国用户长期对国外卫星 移动通信服务的依赖 保障了用户的通信安全 在此前 许多重大自然灾害的抗击过程中 天通系统都承担了应急通信保障任务 未来 这一系统还计划面向全球提供更广泛为服务 看起来确实不错 那么要如何办理呢 天通卫星业务全国克服热线是400871400 为用户提供天通卫星业务的咨询 办理和售后服务 可以说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在一些新闻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过一些老赖与法院的封条之间的抗争 尤其是住宅贴封条之后 老赖经常会直接的撕掉 有的时候甚至直接的无视 现在有了道高一丈的做法了 全国首个电子封条正式启用 近日湖南长沙 辅荣区人民法院在处置一起强制执行案件的时候 采用了最新的电子封条 查封了涉案的房产 据了解 与从前一脱落 亦被损坏的指质封条不同 这种电子封条 可对被执行人房产实行24小时 不间断的监控和取证 当有人试图破坏封条的时候 设备会立即播放法院的警告语音 并拍下破坏者的照片 及时传至执行法官的手机上 这种电子封条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啊 真的是比指质封条要高多了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过年的歌 非常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刘昕 我是彭博 第一时间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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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之载 感谢观看